一字一句唱出和生命奋斗的精神 青年公益团体我们都有病 由四位年轻人组成 其中三人是癌症病友 但他们不向病魔投降 反而设计图文宣传胃教 或拍影片专访病友 让大众更了解他们 因为现在的年轻病友越来越多了 很多都是可能有的未婚或刚结婚 或是刚生小孩 身上还有房贷车贷 发现这些年轻人容易觉得很孤单 所以我们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那大家一起做点什么 所以我们也办很多线上线下的聚会 很多材料都是可以重复再利用 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一次之后 就把它抛弃呢 环保结合建筑专业 这群设计师看见产业黑暗面 决心自己创业 收集废弃货柜屋重新设计 变成时尚空间 更打算把货柜屋 做成紧急救助柜 应变在海 来这边快速组装好之后 用完 等到他们整个重建完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把它整个快速拆解之后 去别的地方 再重新安置另外一批 需要救助的人 然后在里面的整个设计 里面室内设计什么 都可以再重新承设一次 他们都参与慈激基金会 举办的第二届青年公益实践计划 在两百多组团队中脱颖而出 虽然为期一年的计划结束了 但他们要迈向的是永续发展 永续发展的部分 在今年的慈激的投注之后 其实后续有更多的可能性 是他自己可以自己去连结这个社会 甚至是他会找到他自己的营运下去的 永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可能后续也会开始思考 跟我们的四大职业 来做这样的可能性的连结跟合作 发挥年轻人的无限潜力 放大视野 勇敢追梦 再加上立他精神 把公益化为实际行动 来新闻 林敌科兴志台北报导